整个包袱就是得查盘 就这么着 盘他这一下子火了 大伙就突然发现了 盘他这个词 怎么这么洗脑 说起来还挺顺口的 结果就万物皆可盘了 什么霉球 什么口红 仓鼠 榴莲了 反正就想象力都爆发了 甚至连人都能盘了 干干八八 妈妈来来 是 一点都不软润 盘盘盘他 盘他 手串 河头 小山湖 织木家具 盘他 孟克棠 周九良 玻璃老师 于谦 盘他 小M 跟丢 石头 沙皮 狗 盘他 出租车 树山石 盘他 干干八八 妈妈来来 一点都 盘他 不软润 盘他 刚刚把我 妈妈念 里 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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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盘他 这一个词的流行 咱们就能看出来 在这个新媒体 异常发达的 这么一个年代 一个流行语的诞生 出处 其实并不重要了 传统媒体 跟新媒体之间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最终 让一句话 一个词 成为一个全民的 一种狂欢 但是有一点 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 真正的经典 一定是能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 不管是相声太陡 马三丽先生 还是相声大师马继 还是黄金组合 牛群逢狗 他们在作品当中 创作出的流行语 都曾经给我们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不管过了多少年 我们都会记得 那些年 他们创造的这些 经典